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盈 海外学习华语文的热潮不断 南加州尔湾中文学校创立40年来 培育了相当多的学子 他们就要在4月的时候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 特别请到了朱宗庆打齐乐团 以及徐景淳 还有多个合唱团体 相当热闹 带您一块来看 南海岸中华文化协会纪尔湾中文学校 将于4月17号星期天 在城县艺术表演中心 举办飞跃四十慈善一眼音乐会 庆祝尔湾中文学校创校40周年 从无到有 成长到目前共有1200位学生的规模 同时也欢庆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 成立10周年 特别邀请到了享誉国际的朱宗庆打齐乐团 天籁美声徐景淳 以及华生合唱团 圆梦青子乐团 与陈县儿童及青少年合唱团 携手演出多首经典歌曲 晚间六点半开始 要让男家的观众感受难得的音乐饗宴 因为他们母亲们都投入 保持有一些年称名在中文学校 耳湾中文学校 作为全美国地区最大的中文学校呢 我们一直认为说耳湾的孩子很幸福 因为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民众支持这样一个理念 怎么样把中华文化在社区里面传达出去 怎么样让孩子下一代 能够传承我们文化里面的精髓 那这也是我们耳丸中学校一直努力做的项目 我们特别欢迎社区的民众 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一场在4月17号的音乐会 这一场一言的所得 会来帮助我们学校整修校舍 跟文化中心的硬体跟软体设备 那像我们这样一个由民间机构自立新建起来的文化中心 在全世界我想也是很少见的 所以呢我希望这样一个中心 不只是在硬体上面展现出我们华人社区的团结 我们希望在软实力上面 把我们好的文化发扬给更多的人来体会跟欣赏 而湾中文学校与南海岸中华文化协会 共同的提供了各个年龄层 一百多项课程与活动 包括羽毛球 民族舞蹈 书法 缝纫 成人演讲以及iPad入门等等 结合了学术 才艺以及文化 让学子们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习华语文 培养各种不同的兴趣 这场飞越四十慈善音乐会 4月17号周日晚间6点半开始 购票详情请与尔湾中文学校联络或上网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购票详情请与尔湾中文学校联络或上网查询 详情请与尔湾中文学校联络或上网查询